看到这个标题 我想大多数应该都明白 小扒今天的这期视频主题是什么 2021年8月23日 苏炳天在东京 跑出了9秒83的成绩 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原来黄种人也能跑这么快 苏炳天一举成为了白米历史的前世物 不过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 苏炳天就被部分人称为亚洲版博尔特 不过大家也都知道 白米这项运动 无疑是最苛刻的短跑运动 千分之一秒的进步 都能成为无数运动员的梦想 博尔特的9秒58 从2009年至今更是无人接近 而苏炳天的9秒83 从起步到60米阶段 均超越了博尔特 但是总成绩却相差了0.25秒 这0.25秒到底是差在哪里 加上比赛的风速又是无止 所以今天 小扒就用两场比赛的分段数据 给大家展示一下 到底是差在哪里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视频 大家都知道 白米比赛其实是拆分为几个部分的 分别是起跑反应 加速跑 图中跑以及冲刺跑 咱们先从起跑反应开始 起跑反应简称为RT 从图中大家可以看到 博尔特9秒58的这场RT为0.146 苏炳天的这场为0.142 两者之间相差了0.04 也就是说苏炳天在RT上 领先了博尔特0.146 接下来是加速跑 也就是0到30米加速的神经 根据这张图中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 博尔特到30米用时3.03秒 加上RT总用时3.78秒 苏炳天0到30米用时3.63秒 加上RT就是3.73秒 这也就意味着 苏炳天和博尔特在30米的差距 就拉开了0.05秒 这个成绩按照目前主流的风速计算方式来算 就是苏炳天在前30米 让了博尔特1米顺风的差距 接下来就是即将到达最高时速的第一阶段 30米到60米了 博尔特30米到60米 共用时2.53秒 算是RT就是6秒31 苏炳天30米到60米用时2秒5 算是RT6秒29 前30米的优势在这个30米减少了0.02秒 黄种人的肌肉烈势也在这里 因为影响因素很多 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综合前60米 苏炳天的6秒29 确实是百米前60分段数据历史第一 并且就在9秒83的这场比赛 大家也都能看到明显的差距 但是前面也说了极有劣势 所以接下来苏炳天的数据 就开始出现下滑了 60米到80米 这个距离一般来说 都是运动员最高速的第二分段 博尔特在这20米分段数据为1.61秒 80米总成绩为7.92秒 而苏炳天就在这个分段开始出现劣势 60米到80米用时1.74米 80米总用时8.03秒 两者之间瞬间被拉开了0.11秒 而且这一步 其实大家都能从苏炳天的比赛过程看出来 雅各布斯和贝克 就是在这一分段追了回来 80米过后剩下的20米 苏炳天和博尔特的差距越来越高 博尔特最后20米减用时1.66秒 总用时9秒58 而苏炳天用时1.8秒 总用时9秒83 所以从分段数据来看 苏炳天在前60米的数据 确确实实发挥了自身的优势 将布品顶到了极致 但是后城问题也是因为自身的问题 逐渐被其他选手赶上 而博尔特的话 虽然前60米落后苏炳天0.05秒 但是在到达最高速后迅速拉开差距 且宽大的布幅在后城持续发力 使得最终的差距来到了0.25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